大家好 我是大树 今天是六四 对咱们中国人来讲意义非凡 正好在5月18日那天 有朋友就想让我讲一讲 韩版的六四 光州事件 但是当时这个时间上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答应他在六四这天出一集特别节目 顺便借着这个时间 我要和大家深入聊聊共产主义 好 话说 自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之后 韩国人就一直在追寻民主 可是上来的总统是一个比一个独 那么其中的一位总统叫做普正熙 对韩国人民独裁统治了18年 这对韩国人来讲是堪称绝望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 普正熙竟然与此了 而与此同时 韩国人民在民主中的绝望 竟然出现了一丝转机 希望的火苗瞬间就点燃了 所以随即一场民主运动 迅速就在韩国全国爆发 大家可想而知 韩国人民被压抑了多久 是吧 那么就在这个期间 韩国的军官全斗焕 也跟着发动了政变 准备独揽大权 那么就在5月18日的这一天 在全斗焕的军事独裁下 对搞民主运动的韩国人 进行了和六四一般的镇压 甚至出动了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唐克 韩国政府将这个起义称之为光州暴乱 并声称起义是由朝鲜政府支持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和暴徒煽动的 由于当时政府的新闻管制和信息封锁 韩国其他地区的人 就不知道光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外媒更是不知道 不过还好当时德国记者冒死进入了现场 并记录了这一镇压过程 并将此事公布于众 让地球人知道了韩国独裁者的这一段罪行 可是即便如此 光州事件也一直没有得到平反 而随着韩国民主化的不断推进 当1988年韩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 在国奥会的敦促下 拳斗换得亲信 同时也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卢泰宇 就发表了629宣言 表示将会修改宪法 恢复民主直选 从此韩国就正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而随着韩国民主化的不断健全 韩国政府最终认识到了错误 选择向更好的明天过渡 最终就对光州事件进行了平反 同时对韩国独裁者们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最终审判 并对受害者的家属进行了赔偿 那么有一部韩国的电影 《出租车司机》就可以真实的反映这一段历史 那么说到这其实有很多国人对当时的韩国政府 把光州民主化运动甩锅到共产主义身上 表示极其的不爽 认为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是披针羊皮的狼 都是借着打压共产主义的名义 在发展自己的独裁专制 可真实的情况是 共产主义是全球臭名昭著的思潮 它并非一种可实现的制度 而且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 人会互相伤害 互相猜疑 而且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怖搞到全球人口 大幅度缩减 战争不断 动乱不停 所以后来的世界人就对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因此才生起了很多所谓的白色恐怖 以防止和杜绝共产主义的渗透 例如台湾的白色恐怖 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那这里呢 我们且不说很多国家是不是真实的反共 就包括当时的韩国政府是不是借着反共的名义在镇压人民 但是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想清楚一个逻辑问题 那就是如果共产主义真的像它说的那么伟光正的话 人类没理由要反对它 包括不可一世的苏联更没有理由会解体 最终抛弃了共产主义 所以人们反对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人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邪恶的本质 而本能的就选择了抛弃它 但是国人的社会环境却不一样 在红色的各种恐怖动作中 中国人被整怕了 中国人就算是反抗 出现了六四这样的民主运动 大家也不敢武装起义 而是选择和平被图 那这就导致中国的极权者变本加厉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加上中国洗脑式教育 同时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 那很多国人就淡忘了共产党的真实面上 甚至都不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了 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 以至于呢 就导致这个共产主义信徒 在对香港 新疆 西藏 法轮功团体进行镇压时 多数中国人选择保持了沉默 甚至站在了政府的一边 助纣为虐 所以呢这里呢 我也想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是共产主义 和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制度 那共产主义呢 其实就是一种思潮 共产主义者呢 就是思潮的实行者 那共产主义制度呢 就是思潮落实的最终目标 那既然要建立制度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制度是好是坏 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制度呢 就像共产主义者说的 共产主义制度 是一种共享经济 结合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 主张消灭私有权 并建立一个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而且主张一种 没有阶级制度 没有国家和政府的社会 在此一体系下 土地和资本资产 为人民共同所有 那么我们单从字面上理解 我们发现这种制度的建立 就充斥着暴力和谎言 因为它整个的制度建立过程 就是要推翻现有的制度 那么推翻制度 它就一定需要暴力和破坏 甚至是颠覆 才能得到别人的政权 那最后呢 才能去建立自己的制度 而这个推翻的过程当中呢 它还要消灭私有残权 也就是说呢 抢别人的东西还不够 不单要抢还得要消灭 让对方无法讨回自己的东西 所以咱甭管共产主义者们 推翻的制度是正常的社会制度 还是美好的社会制度 又或者说是糟糕的社会制度 反正共产党来了 现在是什么制度 统统都破坏掉 不要了 要让私有彻底消失 然后变成公有的 那么在推翻别人的制度 这个过程当中 共产主义者们 总得有个领导者 去号召下面的人 去闹革命才行 对吧 那么有了这个领导者 就意味着 它会有等级的划分 当它产生等级的时候 就意味着 它会有社会的身份认同 那有了这个社会身份认同 也就有了社会阶级 那么以此类推 它最终就一定会建立政府 建立国家 这是个很自然的发展过程 那中国现在 不就是有国家和政府之分吗 所以如此下来 我们发现 共产主义 实则就是画大饼 是搞传销 是谎言 而共产主义者的思想 是奇怪的 矛盾的 是激进的 极端的 甚至是暴力的 充满谎言的 而当下的中国人 就是在这种人的管理下 建立的国家和制度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国会有那么多的 非正常人类存在 那简单点说呢 共产主义的存在 就是去推翻别人 最终建立的 就是无政府 和无国家的社会制度 可是建立没有政府 和国家的社会制度 它根本是不存在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逻辑 和共产主义的矛盾 履行之后呢 我们结合共产主义的思潮 我们把美国 日本 欧洲 都变成一个 私有的个体的话 我们就不难理解 共产党 为什么这么极端 这些年 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已经导致 各国 对它 产生了 极大的意见 包括它 自己的官员和人民 而世界人呢 也渐渐发现啊 中共是世界最大的威胁 也是世界安全稳定发展的 最大挑战者 那么 在这种趋势下 大家可想而知 各国对中共的打压 自然就会越来越猛 那这就会导致 中国的经济发展 自缓 甚至倒退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中国经济 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的话 那么 中国的内乱 就会不断的加剧 而只要中国裂缝一开 民主化 就会自动向中国推动 因为全世界 都会自觉的 为支持民主转型的中国人 注入力量 再有 面对今天的世界格局 我们很担心 中国会武力侵犯台湾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中国打台湾不是不可能 但是打 他就必须要赢 因为牛都吹出去了 而但凡他只要一输 他的进攻 就等于再给自己挖坟墓 全世界都在看着 再者 如果中国真敢玩命的话 那么面对菲律宾问题 其实就是一颗大炮的事 可是中方的炮弹 却一直停留在嘴边 那这就说明他有担忧 而菲律宾敢和中国政府 争锋相对 那么我想问问 菲律宾它是哪里来的底气呢 所以当我们想清楚这些逻辑之后 我们就可以探索到 中共的底到底有多少 最后 我也想对不理解六四的国人们说声 就算世界人不需要民主 但世界人也不会选择共产主义 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 就算不好 中国要是好的话 那么它完全可以起到带头作用 表现出来带领世界归正 而不是我们一揭露中国政府问题的时候 有些人就拿美国政府如何暴力之法 来告诫别人美国如何差 这种对比只会显得中国政府更差 显得有些国人都是非正常人 好了 那今天这个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并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